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瓜群众们哈哈哈哈 过后也觉得十分难得 毕竟一直勤勤恳恳自己写微博 没有交给团队打理的明星实在太少了 爸爸之前在吴亦凡与虎铺大战时写过 现在的粉丝都越来越有文化了 为自家哥哥吹彩虹屁时 顾峰连顾信首年来 对上工整的排比剧 一甩一大把 像今月入一龙被拍到在街上戏烟 粉丝们想出来的清新脱苏彩虹屁时 哥哥终于有烟火气息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他活在天上 对比文采飞羊采红屁一套一套的粉丝 一些明星们在微博上展示出来的语文水平实在让人捏饱汗 今天就一起进入明星在线语文课堂 点击极客生活快干了嘎 我是尴尬 晚饭的风鸽线 先来看一下晋东引起争议的这条微博吧 嗯 还是熟悉的味道 本体自家小诗歌 加了小尾巴双脚备注 每逢别启发诗文是晋东的固定传统 但网友中间也有诗歌爱好者 觉得枯草双花瓣 寒窗越新颖这句诗里 演书中透露中一丝别扭 对象似乎不带工整啊 好学的去刮群众百度后发现 原来是路由的作品 对象工整的原始是枯草双花白 寒窗越隐心 结果晋东的微博上榜后半句最后两字就写反了 不过 起码证明了不是直接复制粘贴是不 也许是晋东记忆搜索时出现了偏差 毕竟我们上学时也经常会记差诗啊 可吃瓜群众们注意到 晋东微博下面还有段双下三号 严格的吃瓜群众就一块检查下这里 是不是也背错语了 结果百度一搜就出来了这篇文 敲合的是 里面已写错了路由的诗 恰好也是最后两个字 想起被大肆留链子抄袭的时候说 自己因为记错了是写了错别字 结果那抄袭的人居然连错别字都给招抄过去了 于是吃瓜群众们忍不住脑洞发愤 晋东难道了也是同样的情况 请不严谨的百度文学院立刻出来道歉 晋东昨日下午回应 开头就说要改正 紧接着又骂营小号生前黑自己 然后画风转到批判思考微博的意义 最后一告诉大家 要像路口偶遇的微笑一样简单而收为 这几年晋东在微博上发的小短文其实不少 很多篇要做起阅读理解来 只能让吃瓜群众们以圆滑的口吻大喊 这道题太难了 我不会做 不会做啊 仅言尽语第一类型 百体字类 不知从何时起 晋东的微博画风 便是反起字的天地 连打广告都不例外 很多法体字大家现在都不见得认识 但毕竟也是汉字的历史 再加上晋东一直在通稿里 强调自己的文化老大不身份 所以 吃瓜群众们渐渐也习惯了 但运用法体字真的不容易 金刚钻丝气活的配套 一不小心文化就成笑话 十五年晋东入福天下母亲见看快乐 里面就将古人云的云字写作法体 原作名词时是有法体字的 可当在古人云中作动词时 是没有法体字的啊 十五年帮好友宣传新系 将矛盾文学奖写作矛盾 是不是这事提取出现矛盾了 这个问题确实的好好解决 而晋东微博的保留节目 懒如打卡班的24节气小古文 也不是第一次出错 十六年的雨水古文小课堂 草木盲动也出现过错误 紧接着金言禁语第二类 凝聚类 今年二月 晋东转发工作室声明 还引用了苏氏的 和此有免持怀想 结果四句错乱三句 已经不能算是引用了 应该是同人改写 今年八月 晋东勇敢而发 写了段去看 文部 易懂 德华 里面写着梵高那句 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深情的活着 但这只是心理医生曾提风写的 只是被广泛用于形容大高 百度文学院 需要再次道歉 梵高如果与鲁雪能对话 一定会很有共鸣 因为这是 晋东被朝人设分卡 他做出简单的回应 醉莫沙场均莫笑 古来丁占几人回 课中学与文课本告诉我们 这句诗明明 是在表达日死如归的背装和豪泛矿达的胸怀啊 突如其来的是死如归 亲言尽语第三类 名助类 除了为刷微博的朋友普及各种出错的古文诗歌 晋东对文化的热爱 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 爱读书 喜欢的书籍的种类堪称包罗万象 之前晋东主演的医疗剧热播 接受采访时表示 为了更好的诠释角色 一晚上会看七八页专业书 一晚上看七八事页的科班朋友 看了像流泪还有知名的 在另一个世界存在的诺贝尔数学奖 阅读这么广泛 但晋东推荐书及时去微笑着藏丝 与李健共同出席人大的演讲 与北大的学生分享了西点军校的校训 没有任何借口 然而西点军校表示 我不是 我没有 不知道 或许 都是这本护佑人的尾书的错 当学生询问两位老师 最近读什么书 晋东用三分钟都聊西聊 让人没法概括出中心思想 最后给了读的都是件书这个答案 晋东的微博和采访是不少吃瓜群众们的欢乐源泉 不过大部分吃瓜群众调侃之余也没有太大恶意 作为演员 戏如果演得好 还是会照样支持的呀 只是这样的事情闹了太多次 实在让人疑惑 究竟是明星们语文水平太高 还是吃瓜群众语文水平太低啊 我是尴尬微博的分割谢 一时以来吃瓜群众们没少抱怨 微博上的明星越来越像A2人工智能 机械性的转发宣传文案 有些甚至连团队发过来的字都来了善喜客 想想大约六七年前 明星们是真真正正把微博当成线 在的朋友圈来用的 发的自拍大多都不是工作室的经修图发的感言 也都让人觉得real真诚明星好友之 间各种转发互动4X也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 只剩是如吃瓜群众所愿啊 而现在嘛 明星们更愿意把微博当成一个宣传渠道 而不是把这里当成一个分享生活的地方 就拿韩红老师来说 在微博多是宣传自己的公益和新歌 但是在另一个音乐平台就非常realer 毫无保留推荐自己喜欢的歌 从转发语中就能感受到他的情绪 像老虎 牛逼 炸刺你们呀 图文完全相符 非常写实了 虽然吃瓜群众 门瓦西 但其实这样也有好处 早些年微博是明星接下神秘面纱 与吃瓜群众互动的平台 但同时它也是面镜子 能照出些其他的东西来 比如 明星们的语文功底 这几年明星发微博用措辞的情况数不胜数 有些实在让人尴尬 比如陈赫生白史 很多明星都献上了祝福 但是金城这个喜当爹 最让人印象深刻 那什么 虽然尽信百度 不如五百度 但是在发不确定的词之前 还是信一回百度文学会比较好 记起三爹之后 杜传也把已经当了爸爸的陈赫成为准爸爸 赵丽颖把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成为遇难者 黄晓明在和AB恋爱时曾传出他上夜店的悲难 结果这两口子是这么回应的 黄晓明说 我是黄晓明 AB转发 我是夜店 这到底是什么脑回路 才公然开黄枪啊 除了尴尬用措辞之外 在明星至爱的心灵鸡堂领域 最能暴露语文水平 如果有一天 我对你温温而染了 对你不焦不燥了 那说明 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一个成功的男人 永远不会嫌弃自己的女人太优秀 就像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嫌弃一件衣服太漂亮 这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啊 哭了 为什么明明每个字都认识 但连在一起就是不知道他们要表达啥 微博善用措辞 说错话是跟年纪无关的 先是带弄桥二 年轻的小花小生发出来的微博也时不时让人一阵尴尬 比如孟美琪今年拿了创造101的冠军之后 发微博着 感谢这个夏天 这样努力 踏实 勤犯的人得了第一名 其实其他几位漂亮妹妹 也都很努力 很踏实 很勤奋啊 也许攻略里能文能武的复查复衡 现实生活里是连加报道歉 都要来一句一笔两宽 愿你我都好的文艺青年 王家卫当初开微博时 有网友问他原因 他答 是不可避 如鱼之在水 虽说 现在明星们自己发微博的情况越来越少 也是是不可避 但无论如何 把微博前线三思 少读心灵吉汤和成功学名著 真的很有必要啊 毕竟 这年头粉丝吹的彩虹屁都讲究中英文结合 对照工整 古风 莎士比亚帮轮换着来 明星们要是再不加把信 那时候连本丝的彩虹屁都比不过了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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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